第五波疫情越演越烈 医疗系统面临崩溃 医院管理局主席范雄凌说 病床饱和 医护人手不足 形势非常严峻 医管局正是与政府商讨 加设更多隔离设施 防止病毒大规模散播 他又再次感谢中央政府 在防疫上的支援 现时每日确诊人数过千 范雄凌接受本台节目 时时大破解访问时说 疫情大爆发 对本港医疗系统造成很大压力 现有的3600张隔离病床已经饱和 但是仍然会预留大部分病床 给重症者和儿童 他说医管局正和政府 商讨大规模增加隔离设施 当中包括租借酒店等 我们现在的形势 就真的很严峻 病床饱和 医护人员 当然我们医护人员 你都知道 最近的离职潮已经很高 我们人手根本已经不够了 现在因为每天一千多宗 我们现在在街道的病人 进不了医院 以及进不了隔离措施的病人 都是数以千计的 都有这么多 那情况是非常不理想的 所以我们现在和政府 是积极大家一起在谈 就是要增加香港的隔离措施 另外范鸿玲说 难保日后不会有第六第七波疫情 要做足隔离设施 或者方舱医院的准备 以便日后可将疫情应付得更好 他相信特区政府 今次会特事特办审批签证 配合中央人员来港对防疫的援助 若日后医疗人手极度不足 也会再向中央寻求援助 所有人员进来的签证 以及建筑的条例 全部都会很快地做到 我相信 如果你说他再帮我们 建设一间方舱医院 我相信三四个月时间应该做到 透过电话 透过上网 是可以跟他们接触的 变成我们人手 我们只需要准备一个医疗中心 一个中央的医疗中心 就可以跟这些病人保持一个接触 不需要我们很多人手 范鸿宁再次呼吁市民减少社交活动 长者要尽快接种疫苗 他说当全港市民同心合力 在中央政府支持下 有信心最终可以打赢这场防疫战 凤凰卫视记者沈越南报道